过去有一句话 人活七十古来西 那说的不对 人活七十就古来西了 这指标太低了 应该说什么 人活七十不算啥 泰山黄山照样爬 人活七十不算多 能挑担的能拉车 人活七十不算怪 老头老太太谈恋爱 人活七十不算长 八十二岁还入洞房 真是 现在年长的人老兽型太多了 前些日子我到咱们河南 一个山区去了一趟 感想很多 我一进村 打对面过了一个六十多岁小伙子 那么小伙子 实际上六十二岁 但是挑着担子 腰板不塌背不妥 跟个小伙子一样 尬油尬油的 挑着我跟前跟我说话 这不是响声严有点麻吉吗 好啊 上这儿表演来了 欢迎啊 我说 大爷您是 这是上哪儿去 上山 上山干什么 给我妈送饭去 你还有妈呢 哟啊 你没妈 你是你嫂子养的 不是 我是说您 您妈妈还健在呢 啊 今天 高手了 还小呢 八十六 八十六 还在山上干活 像 身体还性 带头发没几根 那样 全是真的 哎呀 我得看看去 我跟着您看看 我这老奶奶家 走吧 尬油尬油 她在前面带着我 刚上山 她就喊上了 妈 你看谁来了 老远看树上 跳起老太太了 在树上干活呢 老远的跑过来 以往我的手 你好啊 我说 哎呦 老太太 您劲儿可太大了 老奶奶 您今年高手了 还小呢 八十六了 哎呀 好 您是 吃什么营养 身体这么好 吃啥营养啊 一天三顿饭 我婆婆做了 我吃啥 您还有婆婆呢 今年高手啊 比我大十九 一百岁 开外了 哎呀 他老人家身体还行吗 不行了 岁数太大了 就在家里一天 做三顿饭 没啥事了 做点真线活啥 眼神不行了 做个真线活 离不开老华镜来 我说 我说如何 我得看看这位老兽星家 你看看他家 哎呀 今天不行 前两天会酿着 他坐院子去了 没啥 好